你們覺得台灣 今天很棒 秋天快到了 再也不是玩雪的季節 但是你們不要死亡 這次我們要往山裡面走 我帶你們去玩片 描裂城堡產生的所有的事情 哇 西瓜 蘋果 香蕉 20塊 5塊 很好吃耶 你看 好大了 不不不 要看我的 要看我的 看他的形狀 有沒有覺得亮亮的 都亮亮的 那個就是最健康的原色 我們現在住的地方是苗裡 但是我們現在看前面 就是台中 前面就是台中的美麗 台中的風景 不能玩水沒有關係 台灣的山區 也是充滿著許多好玩的地方 沿著山線 我們從人際鐵道出發 要來一趟山殘野味必沖之旅 帶你玩出不一樣的苗栗山區 這次無縫拍熊浦寶鎮 在這一小時之內 保存大家都用不到遙控器 是 在台灣最紅的電影是什麼呢 那是在這裏 其中一個點就是在這裏 莫納魯道就順便逃來逃去 有沒有 從這邊 全部都在這裏擺的 對 看一看 還有紅酒耶 什麼都有耶 好貼心喔 真的是好貼心 如果你們有女朋友男朋友的話 你可以跟他們一起來這裏 好貼心喔 嘿嘿嘿 不開心你們來玩 跟你們來 加油 我們吃魚的時候 最怕的不胃就是魚的骨頭 但是啊 鱈龍魚的骨頭就是很軟很好吃 真的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美食 頂級的料理 高達十三種的吃法 奢華的享受 好吃到讓你連骨頭都吞了進去 秋天你不用擔心要怎麼玩 跟著無縫Play 來一趟三線大爆走吧 愛玩客們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盛行火車站 這裡是一個很古老 很可愛的地方 我現在看一下 我們這裡的黃金 有一點像歐洲 有一點像歐洲的小鎮 然後你們知道嗎 今天不是週末 今天也沒有什麼假假 但是還是很多人 然後呢 裡面也沒有什麼火車 到底這些觀光客 為什麼來到這裡呢 我們進去看看 你好 為什麼來到這邊呢 因為很有名 為什麼有啊 有名是哪裡有名 因為這是一個很舊的車站 它是一個早期運輸木材 非常重要的一個車站 一個車站 對 可是現在沒有辦法用嘛 對 現在在這裡面是一個觀光景點 對 三星車站 在早期是全台灣海拔最高的車站 想要玩三線的行程 一定要從這裡開始 充滿古色古香的車站 吸引了大量的人潮在此朝鮮 雖然火車已經停止許久 可是這裡的打卡數量卻持續增加 就知道四星車站的人氣有多麼的夯 吳鳳啊 你也打卡按讚一下吧 在台灣 如果你們來到一個景點的話 一定要蓋帳 可是在國外 我們就在拍照片而已啊 拍照片只是 你來過 你玩過的意思 但是台灣人喜歡 蓋很多很多銀帳 但是台灣客們 這裡有一個問題啊 蓋什麼銀帳呢 你們看一下 我來選一下 OK 好 我現在要選台灣人 這是什麼 不 這就是一百年的老慈障 這個一定要蓋 不要蓋 台灣的真的很誇張 我累了 這是什麼 這是101 在那邊寫101 這個要蓋 在國外不是這樣子 真的台灣的太誇張了 好累 這是一個小小開開的花園 這個也要蓋 那是台灣的嗎 你們知道嗎 在一間人說什麼 不封 你來到這裡 一定要蓋這個 這個是最重要的 不封 來了 是誰 你也來了 歡迎管理 你也來了 來 來 歡迎來到 身行火之站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裡 這個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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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擦汗 我已經太辛苦了 擦汗 不好意思 擦汗 有 無縫 人家紀念章是要蓋在本子裡的 你這樣分明就是公報絲綢嘛 對 以前到一個景點 都流行寫下到此意猶 來證明自己有來過 可是這樣卻破壞了原本美好的景色 取而代之的 就是這種蓋紀念章的方式 除了打卡按讚之外 下次大家來這玩 記得不要忘了收集 你屬於聖心車站的紀念章喔 愛玩客們 如果來到這裡 一定會買很多紀念品 但是最好的紀念品是什麼 一定是可愛的明星片 你們在想 來到這裡 寫一個明星片 寄給你的朋友 哇 全世界最好的禮物 我要寫一個 寄給我的爸爸好不好 我看一下哪一個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有歷史的味道 黑白 這個OK 好 哇 好久沒有看到它 所以呢 松 聖心火車站 寄讓我抱吧 來到聖心車站 你可以自意采揚在 早期的鐵道氛圍裡 處處都是美麗的畫面 難怪這裡不只打卡人數居高不下 你還會發現快門的聲音 也從未間斷喔 城堡三線的行程一開始 老吳還要來個同場嘉義 帶大家到車站的旁邊 那裡還有一處也是讓人按快門 按到停不下來 打卡人數爆炸得多啊 我們剛剛關完了聖心車站之後來到這邊 因為這裡也是很有特色的地方 還有呢 離聖心車站不遠 這裡叫做龍騰短橋 很可惜 1935年發生了一個大的地震之後 這裡受到了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沒有辦法用了 雖然今天我們沒有辦法用這座橋 但是它最大的可是還在 那個時候的人 他們開橋的時候 完全沒有用乾淨水泥 他們用的就是紅色的狀態 他們把這座橋 一塊一塊一塊地起來 很厲害喔 然後呢 如果你們來到苗栗 跟我一樣 一邊玩台灣的上線 一邊了解台灣歷史的話 不要忘記拍很多嘉編 然後跟我分享喔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變成了 台灣的苗栗的第15經典 迷世古久 位於聖心車站旁的龍騰斷橋 這裡記錄著 台灣鐵道的技術發展史 你會發現 沒有用任何的鋼筋水泥 居然可以蓋出 讓人驚嘆的建築工程 雖然舊三線大部分已經停市 但卻也帶來更多的觀光產業 用鐵道來揭開 稱霸三線的第一站 接下來 無縫要帶大家到苗栗 必定去吃完的好地方 阿娃哥們 我們在苗栗的三線行程裡面 一定要來這裡玩 因為這裡是南庄的老街 好吃好玩都在裡面 你們看一下 大家開始玩了 那狂活呢 好 看看你三線好了 稱霸三線的行程第二站 就是到苗栗 一定要去的南庄老街 這裡還保留著南庄的古圖味 讓知名的偶像劇 也像中這裡當作拍攝場景 走在老街裡 還會不時聞到 有股淡淡的花香味 這一味就是無縫要帶大家 去發掘的南庄美味 別懷疑喔 花香真的能吃喔 招牌 桂花冰鎮湯圓 我要它 一碗 喂 這個香蕉是要給我的嗎 是 這裡面有香蕉 湯圓 還有三種水果 西瓜、蘋果跟香蕉 這個東西在台北也有嗎 沒有 只有在南庄這個 為什麼 跟南庄有什麼關係 苗栗餡的餡花是桂花 而這條叫桂花巷 所以桂花的東西就非常的多 這個嗎 對 這就是我們招牌 桂花冰鎮湯圓 哇 朋友們你們看這個 好漂亮 這就是藝術餅圓 我非常非常喜歡台灣的小吃 尤其是這些東西 看起來太好吃了 太豐富了 我也喜歡 那這個是直接從下面開始吃 好 一口湯圓拌成一口冰 拌著吃 來 你餵我 好 我餵你 因為我提示吃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吃 一口湯圓一口冰 一口湯圓一口冰 然後 然後 水果 有沒有吃到桂花淡淡的清香 好Q 很Q 很好耶 很涼快 你們看一下 下面就是 下面 裡面還有 西瓜 蘋果 香蕉 你們看一下 一般湯圓 一般湯圓 如果在餅塊裡面的話 可以變硬 但是這個 還是很軟 很特別 50塊 對 很好吃耶 非常好 我沒有想過在小的一條 街裡面會遇到這個 很好吃 我喜歡 看看每個人手上 都包著一碗桂花冰鎮湯圓 就知道又多麼的搶手了 老闆經過多次的失敗 找出了延長時間 讓湯圓不變硬的方法 搭配上新鮮的水果 來幫助餵小花糯米 一口吃下去 花香就在嘴裡綻放 難怪會成為老街的人氣飲品 不過老吳啊 我逛到滿頭大汗 總該找的東西給我小小數吧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我從外面看到這裡寫 古燒 古燒冰 對… 看得出來你們的冰箱 也是真的是很古老的冰箱 你是一個沒有錢的老闆嗎 為什麼沒有還 都沒有還呢 為什麼這樣 古老的冰箱 古老的冰箱 古老的冰 來 這裡的 這是哪一個 來 今天晚上你介紹 今天這個叫做香蕉冰 香蕉冰 對… 這個是最古老五十年前 我不要吃 因為它過去了 他說這個是五十年前的 它過去了 我不要吃 有沒有新鮮的 這個是新鮮的 這個是新鮮的 這個新鮮的 對啦 今天才做的最新鮮啦 OK老闆 很好吃 很好吃耶 裡面有很多香蕉吧 很好 我說老吳啊 這個香蕉冰 可不是用香蕉做的呢 在以前物質比較匱乏的時候 要吃個清冰已經算是難得 更別說要加很多料的四果冰了 但人的智慧無限 想到在清冰裡加使用性香蕉水 讓整個冰味道變得更加的香濃可口 而且價錢也不會貴太多喔 老闆現在要吃什麼 來 吃冰棒 OK 來吧 等一下 你們真的嚇一跳 因為下面太多冰 你們看一下 在這邊用餐的話 就必須要自己釣魚 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釣魚 因為這裡是餐廳 餐廳的話老闆要給我吃啊 我抓到了 來吧 這個什麼口味的 這個四果冰 這個呢 這個是玫瑰 這個呢 百姜果 這個呢 這個是檸檬 這個呢 這個擂茶 這個是什麼 這是牛奶 可是你覺得我要吃哪一個 比較好啊 你也不知道 先打個拜託幫我選一個 幫我選一個 來 隨便選 百姜果好了 百姜果 我喜歡百姜果 其他的方式 我覺得 它不是冰 它就是水果 因為跟水果一樣 很好吃 很新鮮 這家位在南莊老街裡 擁有五十年歷史的製冰廠 是稱霸三線必沖行程 不能錯過的一家店 打開冰箱 不怕裡面沒有你喜歡的口味喔 除了基本款之外 裡面還有特殊罕見的口味 實在太有特色了 老闆還說 這些冰棒可都是當天現做的喔 這個桶子裡面的蜂蜜汁 洗鮮的蜂蜜汁 放進去這些島嶼裡面 現在要做的是非常簡單 把這個根子插進去 對 拿筷子 OK 這樣子 剛好在中間 對 中間 我喜歡你們的這家店 朋友Fu 開這家店紀念了 幾年喔 差不多快五十年喔 快五十年 對啊 咦 它開始冰起來了 對啊 這個蜂蜜有什麼水呢 它是一種水 這個水叫非夜用的鹽水 鹽水 對 不會結冰的水 要放太低 等一下機器拔不到 為什麼 機器夾 夾不到 這個太低了嗎 對 太低了 OK 所以你今天我在這裡工作 你要不要給我錢 給你吃冰 可以 吃冰可以啊 OK 給你吃冰 多少個 一點工作 你要給我多少個 那你要吃幾個 都可以嗎 可以 物質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就是可家人的特色 可家人非常非常大方 所以他們叫做可家人 就是可氣的可氣 老吳 你太客氣了啦 你不用擔心 沒有那麼多冰棒給你吃 因為這家製冰廠 每天接到的訂單 可是滿滿滿 從一開店製冰機就沒停過 這樣的出貨量真的很龐大耶 南庄不只這家店很驚人 還有一家很有個性的餐廳 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關係 擁有美味的山產 每到用餐時刻啊 客人的流量也是很大 不只這一位 是在對不起自己啊 哇 帶你來這邊吃好料了 看看我們這裡有什麼好吃的 對 歡迎光臨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你好 我知道他 對 針魚 針魚 但是在土耳其啊 我吃針魚的時候 我吃的是烤的 在台灣呢 你們吃的是 我喜歡吃生魚片 刺身米 吃針魚刺身米 對 很棒 不可能 可以啦 我在土耳其吃很多針魚 沒有刺身米啊 真的沒有 你們那邊的人不會做 台灣會做 對 台灣會做 對 我們這邊的生魚片很好吃 OK 都是用清水養殖的 OK 那好 那我們來點菜吧 好 好 生魚片一個 生魚片一個 然後一個烤的 好 一個烤的 OK 我們的位置在那邊 那邊老師啊 不行喔 在這邊用餐的話 就必須要自己釣魚 什麼 吃魚啊 我們去釣 要自己釣 釣魚 為什麼我們要釣魚呢 這裡是餐廳 餐廳的話老闆要給我吃啊 對啊 沒有錯啊 我們這餐廳特別就是這樣子啊 客人可以體驗這個釣魚的樂趣 好 你們要用餐的話 就麻煩你們自己釣魚了 好 好 沒錯 老吳你沒聽錯 觀眾也沒聽錯 稱霸三線必沖行程 接下來的這一站 就是要來吃釣魚 這家餐廳 除了能讓客人 吃到新鮮美味的釣魚大餐外 還要依據自己點的菜色 去釣所需要的釣魚量 讓你的用餐時光 能有不一樣的歡樂 這個很簡單 釣魚一勾起來 釣下去就來吃了 那麼快嗎 對 可是在... 在我們國家 釣魚這個很聰明 你知道嗎 他不會那麼快我來啊 我們這邊釣魚很笨啊 這裡的很笨 對 很笨 那OK的 我...你幫忙一下 好 來 來 釣魚 我們兩個來PK一下 可以 1 2 3 Go 等一下 遙遠 遙遠 喬等... 達哥 這裡面有很多嗎 有 你看 你看 有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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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还要比较大 我有猴力 对不起… 大哥,这个几岁? 一岁 一岁 你们养它一年 对 才有办法可以吃 对 我现在比较了解你们这里的环境 很漂亮,空气很好 还有自己钓鱼 我刚刚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很好玩 这也太给力了吧 想吃鱼,却自己钓 而且重点是 你根本不用担心会钓不到 这么富有趣味性的用餐体验 让我也想立马去玩了 不过,能让那么多客人 都想来这里吃饭的原因 绝对不只有如此 这里所做出来的鱼料理 才是吸引人的关键啊 吴鳳 快带大家来切开 这鱼美味的秘密吧 阿德老板 我在台湾做 最標準的东西一定是 哪块子 你看,怎么样 现在我要夹你的生鱼片 好 看它的形状 有没有觉得亮亮的 说亮亮的 嗯 那个就是最健康的原色 嗯 嗯 哎呦 还蛮Q的 嗯 一个特殊的甜度 是 为什么台湾人很喜欢吃 春鱼的生鱼片 春鱼的生鱼片 第一个,它是很健康的鱼做的 它吃起来口感很Q很脆 你有没有觉得牙齿那种QQ的感觉 有 它就是会弹牙 因为它肉质本身酵素很高 嗯 又很营养 嗯 吃起来对身体健康最棒 我现在跟所有的徒儿其人说 一定要来喵脸 特殊的外国 台湾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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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去不但能感受到鱼肉的甘甜 还能感受到一丝丝的油脂 连老吴都在大力推荐给土耳其的朋友们 看来他也感受到 鱼鱼所带来的美味冲击了 现在我要吃哪一个 豆酥鱼 豆酥 是 豆酥是什么 豆酥就是黄豆 我们把它晒干了之后 然后用热油下去炒 好好吃 你这炒的很香 没有什么很有的味道 完全没有 对 但是为什么你们把鱼 跟他一起炒的 为什么这样 因为它经过我们特殊料理之后 它就会显现那个很香的气味 就会让客人引起它的食欲 反而闻到它的味道有没有 就会觉得非吃不渴 非吃不渴 是 那鱼肉呢 鱼肉那当然没话讲 没话讲 绝对新鲜 一样的鱼 这个好软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因为这个是用水烫熟的 所以它吃起来很嫩 非常非常嫩 对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这样子 现在我吃的是一样的鱼 但是两个都不一样的口感 是 炸得又香又脆的豆酥 配上肉质柔软的猪鱼肉 让你吃得一口接着一口 老板说 因为猪鱼的肉质较软 也会带点淡淡的油脂 所以只要稍作烹煮 不用搭配许多夸张的配料 就可以是一道美味的蒸鱼料理 好棒 我已经做好顶记了 下次一定要带我去享受享受 大家好 我们来到美丽的苗里 这里就是我的民宿 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 可是呢 民宿里面最重要的那里呢 当然是我们的房间 我看一下 哎呦 各位 这里就是我要的房间 一个房间 最大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一定要干净 舒服 简单 就是这里 我先休息一下 哇 哇塞 这里就是非常非常适合浪漫的客户 你们看一下 I love you 来到这里 你一定要跟你的男朋友 跟你的女朋友说 I love you 要给他 OK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你们现在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没有电视啊 需不需要 其实啊 我们休息里面 我们学校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电视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 享受大自然 好好休息 跟我们的阿娜达好好玩 一起享受我们美丽的苗里 吃得好玩的庙 冲了一整天的行程 身体一定感到疲累了吧 山霸山县的比重行程第四站 我们严选了 位于鲤鱼潭附近的特色民宿 不放电视在房间 是因为老板觉得 既然出来玩 就是要好好享用这里 独特的美景 看到包主你舍不得眨眼睛 就是这里 我刚刚说的美景就是在这里 好漂亮 能像我们可以一起享受一下 这里真的好漂亮 然后你们知道吗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苗里 但是啊 我们现在看前面 就是台中 前面就是台中的美丽 台中的风景 你看 你看 还有红酒 什么都有 好贴心 真的是好贴心 如果你们有女朋友男朋友的话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来这里 可以享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非常非常浪漫的苗里 好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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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很漂亮 天气也不错 有一点点稍微微风 我告诉你们 台湾真的是一个包团 台湾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海岸 然后呢 如果你们来到这里的话 真的可以好好好好休息 好好可以放松 称霸山线的壁冲行程 不只让你吃得开心 玩得欢乐 住的也是经过特别挑选 让你可以彻底的放松 来到这家特色民宿 你可以奢侈地享受到台中 最苗粒的美景 晚上的时候会更美 哇 真的是无敌啊 不过在这之前 老板说 还可以到民宿的农场 里面有许多好玩的活动 让你不会无聊 我每次出外景的时候 在厂商一定会抓东西 拍照片 享受不一样的台湾 但是今天厂商 我们要做的就是 面包 有点特别 有点奇怪 为什么我们要做面包呢 因为有吃有玩 所以你喜欢玩 你的玩法就是做面包 对 这个比真的很奇怪 你们看一下 看到了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面团 有点香口香糖 你看 面包要好吃 你的面包是真的很特别 你看 透明的 薄薄的一层 哇 才会好吃 开始做 开始做 我们做面包 很简单 低一点 看你要做什么造型 我们来做一个螃蟹给你看 这个有技巧 OK 下去轻轻的 好 原来这样 没有 包子 包子 跟包包子一样 这样子就这样 真的看起来现在比较像螃蟹 不会玩烟筋也有吗 有 最主要是烟筋 DIY面包可是相当的热门 很多人都是冲着这项活动 来这农场玩的 虽然只有硕形跟包线两道工序 却没想象中的容易啊 面包做完只去等待片刻 就可以吃到自己的成品 吃下去 面包相当的松软 完全不输转卖店的等级 除了DIY活动 老板还精心规划了一个饗宴 让夜晚更加的浪漫哦 天上 Your stars 天下 Your美女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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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还好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你是全台湾最幸福的主力吧 对 我真的好幸福哦 是吗 真的 你看他们都在工作 我居然坐在这里 是啊 等一下要吃什么 等一下就吃 surprise 爱玩客们 如果你们有男朋友的话 带他们来这里玩真的很浪漫 谢谢你老板 你是苗栗人的 是啊 你以前有没有来过这样子的地方 没有 我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 现在不需要去国外 就可以享受这个 你看 你看 还有红酒 什么都有 不要小看苗栗人 太好了 天 天 这样的饗宴任谁也挡不住啊 在南非居住许久的赖老板 将正统的法式大餐 带回来台湾 如果来此居住的房客数够 老板还会免费赠送 现场小提琴的演奏 我 我好气 吴方旁边居然坐的不是我 你觉得 我是不是全台湾 最浪漫的主持人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啊 今天晚上所有你看到的这个晚餐 就是我们的老板 帮我们准备好玩 好贴心 真的是好贴心 所以一般的观光客 如果来到这里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可以享受 这么这么人满庭的晚餐 他们也可以吃到这么大块的牛肉 也可以吃 然后也可以喝 好喝的红酒 如果你们有女朋友男朋友的话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来这里 可以享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非常非常浪漫的牛肉 你现在在想啊 如果你的男朋友在这里的话 你会觉得一定很开心 超开心的啊 然后如果你的男朋友在这里 跟你结婚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答应 是不是这样 我愿意 不是啦 都是因为这样的浪漫氛围 让我也群不自尽了嘛 会有这样的住宿规划 完全是因为赖老板 长期受到外国人浪漫的思想 所洗礼 觉得老夫老妻了 还是一样可以很甜蜜很浪漫啊 所以会希望入住的客人 不要试驾带卷 这样才能完完全全享受这里 独一无二的专属时光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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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玩客们 你们现在知道我讲什么 对不对 大家记得吧 在台湾最红的电影是什么呢 当然是采迪河巴来 漂泡是八亿耶 好多好多钱啊 那那个电影 其中一个电影就是在这里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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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欸 现在不是要出来出草啦 称霸三线的必冲行程之一 就是造就了台湾国变奇迹 創造了八亿票房的电影场景 位于苗栗山区的神仙谷 是近期讨论热度很高的新景点 因为壮阔的自然景观 让大导演向重了这里 但你可能有所不知 神仙谷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啊 这台漂亮的 虽然才没有理由 这么漂亮的一个美景啊 而且非常的自然 非常非常自然 漂亮 但是啊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地方以前啊 也是很有名吗 还是观光客 很多人会来这里玩吗 我很多 以前就很有名 不过以前没有那么好的设施 其实这里这个地方叫做 以前以前叫做死亡谷 死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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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那么可怕 因为以前这个步道吊桥都没有 全部都现在看到的 全部都是新盖的 对 新盖的 而且以前那 走那个小路啊 跌倒的时候 然后游客到这个河边玩啊 去烤肉 好危险 烤肉然后就不小心滑倒 就丢滑地就下去 好可怕 就死掉了 好 大自然的龜腹神宮 在苗栗山區 雕刻出了一個壯麗的瀑布 吸引了許多人 前來一窺他的美麗 要不是法愛哥 對這裡如此的了解 我們還不知道 這裡原來有一段 這麼令人比酸的故事 好在現在有了這些步道 以及吊橋 讓遊客可以安全的享受 這大自然的美 因為這裡很漂亮 所以有很多人來玩 所以到最後就做了 這個步道 剛剛好還有吊橋 這個非常好 對 現在變成非常漂亮 又沒有人意外死亡 不會 所以就變成神仙谷了 所以現在只要說神仙谷 對 原來是這樣好漂亮 水也是很緊緻 這裡的水 可以養尊魚 尋龍魚 什麼都會 這裡水非常乾淨 那些魚要在很乾淨的地方 才能夠活 對 那你說 塞德克巴來著聽 在那邊 在哪裡拍 在那邊 哪一個畫面呢 就是在蟲民裡面打仗 跟日本人打仗 對 歷經一段時間的封閉整修 死亡谷搖身一變 變成讓許多遊客 都想要來這裡的神仙谷 也搖身一變 創造了果片票房八一的奇蹟 千霸三線的筆從行程 當然不能少了這個景點 快快快 吳鳳 我已經迫不及待 想要看破電影票房紀錄的場景了 好愛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哪裡哪裡 就是這裡 我記得 沒有 我第一次就在 電影裡面的那個 你說塞德克巴 對… 對呀 那個 木浪到這邊跑來跑去有沒有 就接進去嗎 對啊 沒有 走 走 I want to come 這個節目裡面 完全沒有什麼作弊 那個那個尾巴會不會血 它擋到我這個… 噢 噢 你剛剛擋到我的屁股 我… 嘿嘿嘿 我開心你們來玩 可不可以那麼可愛 哎呀 救人 這道塞法三線的頂級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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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邊 全部都在這裡擺的 對 他就是跟日本人從這邊打戰啊 相殺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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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裡彷彿就好像自己也是在電影裡一樣 跟著莫娜魯道一起並肩作戰 看到大螢幕裡面的場景就在自己的眼前 那種感動只有來到這裡才能親自體會 欸 奇怪 我說老虎跑哪裡去啊 該不會被出草了吧 我總不好意思 我剛剛沒有發現我們誰打個在拍 因為我看到這裡覺得非常非常好玩 我一點點投入那個 塞德克巴拉的電影的那個畫面裡面 然後呢 我以前以為 塞德克巴拉的電影就是在山裡面拍的 但是啊 我發現了 來到這裡之後看到了 其實啊 他們拍的電影就是 離島馬路 大概五分鐘而已啊 還有這裡有一個步道 這裡有很多瀑布 非常非常漂亮的大自然 如果啊 你們一樣跟我一樣 來到這裡玩的話 不要忘記哦 這裡忘記 啊 好了 老吳啊 人家在這裡可是上演了一場很重要的 生死存亡大戰 你怎麼演成泰山啊 不過吳鳳說到一個重點 這裡離馬路非常的近 放輕鬆三個步 就可以讓你走進電影的大螢幕裡囉 苗栗三立除了有破八億的電影場景 還有一項料理也是相當的頂級 我把它放到行程裡面 你會燉心瓜啦 吳鳳喔 這次帶你來吃山上的頂級料理 山上的頂級料理 沒錯 山上你在騙我 頂級料理都是在海邊啊 跟你講山上也有頂級料理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我們過去看一下 嘿 你好 你好 好 我修行說 我帶頂級料理 帶頂級料理 對 樂師 樂師 對 帶頂級樂師 在那邊不客氣 不客氣 不客氣 在那邊走 好 山哥你好厲害 客家話這麼棒 很棒 因為在這邊 這個老闆他是當地的客家人 所以說我來這邊 一定要用客家話跟他談 這樣他表示親切 對客家人比較親切 我知道客家人很親切 對 但是我聽不懂你們剛剛說什麼 老闆說他在忙要吃自己去抓 自己抓 對啊 這下話你聽不懂 提到鐵板了吧 稱霸三線的最後一站 要帶大家來去吃山中的頂級料理 這道料理有高達13種的吃法 嘿嘿嘿 無法 瞧你滿身期待的樣子 我只能說 等等你看到要抓的東西 包住你的心中 絕對會是五味雜陳 這裡吧 對 就是這個 這 我知道的 老闆 你們為什麼沒有跟我說 群龍魚 別錯 怎麼沒說 他以前打過我的臉 有… 快…我們抬出去了 有… 趕快… 趕快… 很小 有沒有更大的 有 裡面還有 這麼小 就沒辦法了 還更大的 好痛耶 走了…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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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噢… 看到沒有 打中 剛剛發現了什麼 好可怕 我倒下去了 那麼小的會打到我 對 這個你看 這邊五六十斤了 你看 太可怕 你們看一下 好大啊 對啊這個 這個 它很大小 這要溫柔一點 它大小 我的更大小啊 山中的頂級料理 就是眼前的 巡龍魚大餐 每個老饕 只要一聽到這道菜 無物不是蠢錢三食 只有老汙泥 是這樣的反應啊 原來你跟巡龍魚 還有端鋪開回首的過去喔 看看池子裡面 巡龍魚的大小 池池都是比上次 翔力巴掌的 大上一倍 我只能說 阿拉保佑了 為了美食 明明就安心上路吧 不用客氣啦 直接進去嗎 對啊 等一下不要打我耶 小心你打我好可怕 阿娃哥們 這個節目裡面 完全沒有什麼作弊 老闆 你們為什麼沒有跟我說五鳳 第一把很滑 那真的不是故意的 沒有 沒有 真的不是故意的 真的 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在開玩笑 你看 你看 這裡真的 你看 這裡真的很滑 不是故意的 大哥 這個水很冷 我現在知道 可是為什麼那麼冷呢 這是從那個山上引下來的 山上的水 對啊 這個雨不會覺得很冷嗎 不會啊 但是越冷越好 越冷越好 這…這我該幫你怎麼解釋才好 有了 各位觀眾 貼心的五鳳想要讓大家知道 滋養尋濃魚需要較冷的水溫 所以用自身的身體來試水溫 這樣的用心良苦 讓我們知道 不禁一番寒澀骨 淹得美味菜肴入口中 我越來越期待了喔 好 大哥那個尾巴很危險 他擋到我的… 幫我… 他剛剛擋到我的屁股 這裡有一個蕭蕭子 大哥 這裡有一個蕭蕭子 拜託 這個還有… 這是蕭子 我看一下蕭子 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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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很喜歡這個嗎 這個超好吃的 當然喜歡 但是不好養 水質要好 要冷 要乾淨 可以養得起來 這個不能吃吧 這個太小了 這個太小了 這個放回去 我們就要帶一點吧 這個太小了 你都不怕嗎 你都不怕嗎 我看 我們吃魚的時候 最怕的不會就是魚的骨頭 但是啊 鱘龍魚的骨頭就是很軟 很好吃 真的不可惜 純仙都是飽的鱘龍魚 可使用魚 好可怕 鱘龍魚就是這樣子的跳魚 好可怕 好 大哥 你養肌 你養這個鱘龍魚 已經養肌量了 很久了 很久了 還不必要犯了 我 好 我開心你們來玩 可不你們來 就這樣 吳鳳 瞧你開心的咧 這次沒有再被鱘龍魚 賞巴掌了 這麼頂級的料理 就是稱霸三線碧蔥行程的 最後一站 鱘龍魚是清代此系太后的最愛 因為營養價值很高 所以有三大珍品的美名 除了魚肉本身美味之外 還有一個部位 是其他魚都沒有的吃法 保證一絕 再加一個 你不要一次拿起來 慢慢的拿起來 慢慢的可以嗎 對 慢慢的拿起來 謝謝大哥 拜託 快一點 真的太可怕 好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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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蒜絲 蒜絲已經OK了嗎 可以吃了嗎 可以啊 你們喜歡吃它的麥 骨頭 骨頭 真的啊 骨頭 對啊 可以吃上 好吃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三個幫忙喔 裡面都是水 就是水 老闆真的有問題啊 剛才就給我穿了 你幹嘛要穿呢 我沒知道 因為他沒有跟我說 地板很好 你跟我比在哪邊 你看 這 這在那邊 是喔 那個下面 誰敢了 你太可怕 你騙我了 老吳 天氣很熱嘛 正式也是一片好心 要讓你小小暑氣啊 鱘龍魚還有另一個稱號 就是現代火化石 養在18到23度的山泉水 養出來的鱘龍魚肉質最棒 魚也抓到了 高達13種吃法的料理 也在廚房如火如荼的展開 吳鳳 你先去換件衣服 等等就要上菜囉 老闆娘 我以前很少吃過鱘龍魚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從哪裡開始啊 剩一片它只吃 剩一片 對 因為它是比較原味的 吳鳳 我跟你講 淡水魚能夠做剩一片 沒有集中 可以加一個檸檬 加一個檸檬的話 對 好像是有一點 有一點和那個檸檬汁的味道 對 OK 再加這個 你就一起吃就可以了 一起嗎 對 就是夾在跟肉一起 一起吃 OK 整片的一起吃 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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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非常好吃 完全不像一般的 一些日本的刺身米 也不一樣 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水 一般的刺身米 吃起來就是比較軟 對 這個很脆 真的不脆 很脆 淡水魚能做成生魚片的 真的沒幾種 除了鯖魚之外 最頂級的就屬鱸魚了 咬下去會感受到 它本身的嚼勁 也不會有土味 讓人越吃越爽口 魚肉本身富含很多的營養 加上能吃的部位高達99% 這就是為什麼來三線玩 一定要來吃這道 頂級料理的原因所在 愛王哥們 你們現在看的不是雞排 它就是鯖龍魚的魚排 你們看 因為鯖龍魚好大 所以它的魚排是特別大 就是它的餅 整片的肉沒有骨頭 沒有骨頭 是的 看起來好漂亮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很好吃 很好吃 三哥 你吃一口 那骨頭給我了 太好吃了 直接吃 對 外國人覺得不錯 那台灣人覺得為什麼好吃 我知道 它的皮很酥很溫 它裡面的肉很熱 但是我們要吃的是它的骨頭 但是我現在看 肉…都是肉 骨頭在哪裡 骨頭這個就是骨頭 它也是肉吧 對骨頭 它是吃起來很像的 你看 骨頭 對 像果凍一樣 果凍 很奇怪 煮到透明透明 我說話都沒有吃過這個骨頭 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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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們吃魚的時候 最怕的不會只是 魚的骨頭 但是骨頭 骨頭就是很軟 很好吃 它有一個獨一獨二的那種感覺 真的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事情 全都在這趟 稱霸山線必沖的行程中發生了 我們體驗了鐵道風情 吃到了那南庄老街超夯美食 以及充滿樂趣的自餘大餐 也享受了法式的浪漫 還有那張票房破八億的電影場景 這條稱霸山線山產野味必沖之旅 絕對可以讓你的秋天玩得更不一樣 全都會想要我的朋友 全都需要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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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